种番茄也可以种到年薪破百万 这一位先生他之前被裁员了 回到了高雄老家就开始种番茄 刚开始当然什么都不会 一个月收不到一万块钱 但是他坚持用有机的方式来种 再用现在最夯的脸书 做网络marketing行销 网友就夹后倒下不 现在订单成了今年年度破百万的 新一代青年农夫 光着脚丫戴着黑框眼镜的 年轻果农古宗明 退去电视台专业灯光社的光环后 返乡种起了橙香蜜番茄 卷起袖子一手一桶鲜红色的小番茄 冬天里只有一产 在古宗明的细心照料下 又大又鲜甜 比较辛苦 也比较很多不了解的 但是我觉得说种田还蛮有成就感 因为遭到裁员 让古宗明离开了五光十色的电视圈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高雄市美农区当起了职业果农 一开始什么都不会 月收入不到一万块钱 但他坚持使用有机方式栽种 再透过网络行销 网友赫康道修博 如今年薪破百万 减少一些使用农药 然后加上我们使用有一些有机的 那增加减少成本 切开小番茄 满满的果肉 一口咬下就会爆浆 这些全是古宗明摸索了一年 才种出来的心血结晶 年轻的果农 利用最夯的脸书做行销 拍下饱满浑原小番茄的照片 就成了最佳的品质保证 业绩也能跟着开红盘 终于希望你这些张行 高雄报导